你想说它跌到零,应该就没什么可能 即可能每天都维持千多二十种罪少 现在重症死亡是很少 九成九以上的人都是轻症甚至无症 同时也可以看它的有效繁殖率 简单地说,在我们香港现在的环境里 一个人中了招以后可以传给多少人 现在的数字已经跌到一之下 即是说,如果跌到一之下 即是说疫情始终会假以示日受控 即是不会爆了 检测方面,其实我们可以减少些做核酸检测 做多些抗原检测 科学数据说明,其实你如果连续做 即是每天做一次,连续做三次 或者你是隔天做,即是在三到六天里面 做三次的抗原检测 其实你,如果你一个人中了招的话 那你这样做的话,是有九成八的机会 即是百分之九十八的可能性 找出来的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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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